負資產又再來勢洶洶 日前金管局公布 今年三季末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數報約1.11萬宗 較今年二季末的3341宗 按季增加2.3倍 屬於今年季度新高 主要受累樓價持續回落 不者認為無需過份憂慮 皆因早前施政報告公布的樓市減納 扶持經濟與吸納人才等的措施 相信將對樓市及整體經濟帶來正面刺激作用 有助樓市慢慢止跌回穩甚至重拾升軌 所以負資產問題應該不會進一步發酵 這些論點在早前尊難以詳細談及再此不罪 事實上自從新房拆正式陳埃落定 雖然二手交投暫時未見明顯大幅反彈 但無論成交價及體流量均漸見回升 持續積壓的購買力 相信將漸漸釋放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43.63點 按週跌0.57% 年跌11週 本年抑金跌1.65% 創餘6年半身低 至於善以三季度計 則按季跌約4.8% 跌幅比起次季跌約0.4%明顯擴大 難免令部分案揭成數較高的人士淪為負資產 一手方面 綜合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 及市場資料統計 以10月首24日施政報告公布前計算 一手成交量6月168宗 平均每日約7宗 徐著施政報告發表後 10月25日至31日短短7日一手成交量6月171宗 平均每日達24宗 升幅超過2.4倍 充分反映不少准買家加快入市步伐 刺激一手交投 近期新盤市場 群盤並起 根據市場統計 11月將有多個全新盤登場 当中不乏觸目的大型新盤 涉及火數超過3000火 勢必一馬當鮮 成為帶動樓市買向復甦的主要動力 除了樓市本身基本因素好轉外 息口走勢也感上添花 為樓市回湧添助力 日前美國聯儲局公布最新議息結果 一如市場預期息率維持不變 已經連續兩次未有加息 至於本港各大型銀行 亦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 似乎美國加息潮已接近尾聲 職口相當接近見頂回落 不者個人預期 在一手明顯加快步伐下 相信11及12月一手成交量將從上余千宗水平 帶動四季度一手成交升至3000宗 比起三季度按季急升超過四成 至於樓價方面 鑒於最近發展商推盤積極 新盤定價仍然吸引 預期樓價短期內難以迅速回升 但在樓市氣氛好轉下 有望止跌回穩 新盤定期間 未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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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歷